1910年代的上海 是中西方交流碰撞的最前沿 安利纽瑞来的传奇 由此展开 1915年 纽瑞来创始人卡尔洪邦 从美国带到中国 他热衷于中草药文化 善于观察 卡尔发现 劳动人民经常吃蔬菜 身体健壮 富人大鱼大肉 却体弱多病 他相信植物中一定含有重要营养素 1934年 卡尔在美国 研制出公司第一款植物 提取的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 营养补充剂 五年后 公司改名为纽瑞来产品公司 纽瑞来品牌 由此诞生 1945年 纽瑞来在自有农场 开始有机种植的实践 1948年 纽瑞来全头产品 XX诞生 公司一举成名 随后公司不断扩张 销量飙升 风靡美国 到了1972年 纽瑞来品牌正式纳入安利旗下 1996年 纽瑞来营养与健康中心成立 并在1998年 成立了第四个自由有机农场 纽瑞来巴西农场 同年 安利将纽瑞来产品 引进中国市场 取得巨大成功 2015年 安利中国植物研发中心 在无锡落城 专注于中草药 及保健品的研发 今年 纽瑞来创始人之子 山姆红邦 已83岁 仍旧担任 纽瑞来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总裁 源自1934年 畅销全球 64个国家和地区 85年 用自然守护您的健康 安利 纽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